呃...各位好 我極度不專業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這台G6 不要拍到它的車牌 好 你看它這邊 在漏油啊 然後地板上這邊 還有一些油漬在地板上這邊 好 其實底板多的 那... 這裡 再來看 油池這邊 應該是從油池這邊滲出來的 你可以看這邊 一整排都是濕的 然後這油池先拿出來 給你們看為什麼它會漏油 你看 這個羅雅這邊都已經受傷了 有沒有 就在鎖的時候沒有鎖好 轉圈圈 好 可以看到這邊羅雅都已經受傷 所以說它 避風效果沒有很好 接著我們就是 拿了一個 JS J... 什麼? JAPAN SPEED的油池 齁 然後記得要裝的時候這個 橡膠啊 橡膠環 橡膠環要在上面 對 那... 我們看一下這邊 好 那裝一樣就是直接插進去 好 這樣轉 順著轉 好 那這樣子應該就沒事了 那花個兩三百就可以解決了 這個 激油 漏激油的問題 那各位網友如果發現自己的摩托車啊 停在 停在家裡或停在路上啊 地板上出現一團油漬 那我們就上來看 欸 那這邊剛好一個 柱油孔這樣 那你們就可以檢查到 那再來還有一個有機可循的地方就是 你看這邊 這個部分全部都是黑黑濕濕的 這都是 機油 露出來 然後沙子鋪上去 就是這樣 都黑黑的 排氣管那邊拍一下 排氣管 這個地方 這邊都是 這邊都是黑黑的 對 好 以上就是 以上就是為各位 來解 那個 解說一下這個 機油為什麼會漏油這樣 為什麼會漏機油 那這是其中一個問題這樣 那當然還有其他 其他更嚴重的問題 那這個算是好解決的 那以上 掰掰 我們要負荷 入室 突然可能有什麼 入室 我可以負荷 我可以負荷 封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